近日 四川省甘孜州道夫县文旅局局长 匠泽多吉说文旅的短视频走红网络 在三分多钟的视频里 匠泽多吉以一段英语字述经验开场 随后变换四个不同的身份 带领网友穿越时空 体验道夫独特的文旅资源 匠泽多吉也成为了甘孜州 继甘孜文旅局长刘洪之后 又一位网红文旅局长 今年44岁的匠泽多吉 出生于道夫县的林县 新龙县 是一位土生土整的康巴汉子 从2019年进入道夫县文旅局工作后 匠泽多吉便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当地文旅资源为大众知晓 近日在成都出差的匠泽多吉 分享了这则出圈视频的幕后故事 视频当中我们最主要是 让大家感受我们道夫有四个角色 四个角色就是我们的宇航员 唐明皇 唐卡画师 还有我们古代的威风邻里的大将军 这个片子拍摄的过程整体还是比较的顺畅 他才能够配合我们的拍摄工作 拍摄与剪辑全是我们线上的公职人员 自己独立完成的 视频走红后 匠泽多吉第一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了自己的个人账号 后续更新了一条推介家乡美食的短视频 谈及走红后的感受 匠泽多吉直言压力山大 火了之后呢 对我们呢 感受最深的就是亚尼山大 一方面呢 是来自游客 对我们的期待期许之更高了 这个视频火了以后 很多游客联系我们 然后再问寻道夫的旅游的一些情况 这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甘子的故事 我们道夫的故事 讲得有一丁点的好听了 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于我们旅游的基础设施的提升 更应该关注于我们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 拥有九个A级景区的道夫县 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 中国藏民居艺术之都 旅游资源丰富 在短视频未来的呈现方式上 江泽多吉认为 如何让剧情和人文景观完美结合在一起 才是最为关键的 因为第一集 第一个视频已经火爆全网了 大家的期望值非常的高 所以说就要突破 第一个视频的表达方式 表达技巧 至于如何把我们网络上的点击量 变成我们现实当中的游客量呢 我们是这样思考的 我们想在今后的以视频创作推广为主的宣传 营销模式当中 然后在我们的剧情的设计当中 在我们的讲故事的内容当中 精准地映射 我们的故事情节 与我们的游览景点 与我们的游览路线 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架接和对应映射 在出圈视频的结尾 江泽多吉以文旅人的身份 站在亚拉雪山下喊出 其实你才是道夫的主角的口号 在他看来 短视频中的自己不是主角 只是一位文旅推荐人 他希望游客能实地走进道夫 近距离认识道夫 我们现在已经拍了 我们道夫的末世公园 藏民居 亚拉雪山景区 玉壳草原景区 但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以后无片可拍 因为我们道夫七千里五十三平方公里 处处都是美景 处处都是出大片的地方 处处都是等待你这位主角来演的地方